國外大現場我們這一節邀請到立委賴世保來到了現場 委員早安 是 早安 我們來看到蔡英文在5207週年的談話裡頭 特別提到大家不要為了選舉的利益 來販售戰爭的恐懼 但是這一句話到底蔡英文是要對國人說 還是對國際來說 畢竟在國際間很多所做的兵推 包含了美國 台海危機這四個字都在這裡頭 這個沒有錯 事實上所有的兵推就是 就是臺灣就是等於是戰爭的熱區 而且戰場就在臺灣 所以不管我們打贏打輸 臺灣都是最大的輸家 不要戰爭才是上上之策 而且販售戰爭 不要忘了那個鼻祖就是蔡英文 在2020大選之前的民進黨一系列 反送中的操作 抗中包臺的操作 就是道道地地的販售戰爭 對 那為什麼現在要這樣回力標 好像來打臉自己2020年的這種選戰策略 是不是 他現在就是急了啦 因為他的選情緊張 賴清德的民調似乎也上不去 而且現在又面臨到黑金的問題 以臺南的八八槍擊案件 以及陳厚珀的IMV的事情 這個都會造成他們很大的壓力 很大的影響 所以他們現在趕快又要拿出老的招數 那就是抗中包臺 重新來包裝他的販售戰爭 所以他所謂的這個販售戰爭 其實我們一聽到之後 我們都在想說 民進黨裡頭最會販售戰爭的 除了蔡英文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外交部長吳釗燮 畢竟他接受專訪的時候 一再強調說 中國現在在為攻臺做準備 而且二零二七年可能就是 危險的時機點 這是不是販售戰爭 結果吳釗燮今天給大家的回應是說 沒有 我們的政策 都是希望兩岸能夠和平 最後再補上一句 但是我們最大的軍事威脅是中國 所以你一方面呼籲要和平 另一方面又在捅中國一刀這樣子嗎 他的最後那句話就真心話了 還是在販售戰爭 所以從蔡英文到吳釗燮 各級的官員 包括現在賴清德 各級官員都在販售戰爭 那而且另一方面 美國政府又想要說 這個五億的美金來軍援臺灣 這是不是也代表著 其實拜登認證 唉呦 臺灣真的很危險嗎 當然是這樣的 他不斷叫我們買武器 叫我們全部總動員 就是到底說臺灣非常危險 臺灣在戰爭邊緣 是 好 我們今天謝謝文人的 麻貴學姐 謝謝 我們可以看到在現在 蔡英文希望大家不要因為選舉的利益 然後來販售戰爭 但問題是這會販售戰爭的 不就是蔡英文本人嗎 畢竟2020選戰的時候 一再去打抗中寶臺 結果現在換到了 好像看起來局勢對民進黨不利之後 又叫大家不要再販售戰爭 重點是大家也要想想看 到底為什麼臺海局勢 會變得兵凶戰危呢 不就是這幾年來 蔡英文沒有辦法好好的 跟兩岸之間和平對話 然後又一再的依賴美國 然後來對抗中國大陸 那這樣的話 到底臺海的局勢 怎麼樣才能夠和平穩定呢 以上是我們這一集的國會最新